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在冰 欢迎大家来到宁波 参加第三届中华社季祥 其实当我昨天来到宁波的时候 就听到大家一直都在反复地提一个名字 原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单季祥先生 都说今天单老师要来了 将会在今天上午进行一堂公开课 与两岸优秀的青年文创人才 展开一场对话 我手里面现在拿的这个 就是本堂公开课的一个入场券 当我今天一大早来到会场门口的时候 就发现人已经有很多了 因为大家都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一见这位著名的文创大师 想听听他在今天上午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内容 每天数以万计的观众走进故宫博物院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感受到 世界最大规模 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 今天被修缮保护的如此之壮美 如此有尊严 如此之健康 他们会感动于我们中国 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所做出的积极的东西 其实刚才听完单院长的课 我被单院长的魅力是深深的折服了 这堂课的主题叫做 文化创意加起沟通的桥梁 故宫博物院的探索与实践 单院长他不但以一位 对前故宫守护者的身份 为大家来介绍了丰富灿烂的故宫文化 更是在今天这堂课上和大家分享了 故宫博物院在近几年 文创产品发展中的十条体会 那我们中国台湾网 也进行了全程的直播 也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官微 去进行回看 其实啊 山院长刚才讲到过 故宫现在总共有 11900种的文创产品 像故宫的冰棍 故宫的口红等等 每一件都把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这是每一位故宫人的智慧 我觉得啊 这不仅为两岸许多有志于 继续从事文创设计的青年朋友们 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 也从他的角度 为我们阐释了一个问题的新答案 那就是促进两岸交流 融合发展 特别是文化发展 我们有更多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和努力的方向 也正如山院长今天所讲的一样 经过大家不懈的付出和努力 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感谢 中国对世界文物保护 做出的积极贡献 我们也希望故宫 成为人们学习文化的 一片一重